最近有位客人刚刚买到了一个投资房 还有两三周就要交割了 在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是因为看了我们之前的视频 对自己手上的贷款批准不是很有信心 想让我们帮忙看一下 是否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 那我们看了后呢 发现的确是有一些需要改的 甚至有的地方如果现在不改 以后就很难再去改了 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视频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帮助大家多了解一下贷款知识 而少走一些弯路 你好我是小语 亲爱的小语 来首先让我们看看 今天这个案例的细节内容 那么这个客人呢是个全职太太 先生呢有个年轻的工作 现在啊这个自住房基本没有贷款 他们最近啊买了一个投资房 那么一来呢作为投资目的 二来呢房子在校区里面 方便将来孩子上个好中学 现在房子终于买到了 贷款也在某个中资银行批准了 还有两三周就要交割 我们了解了客人的情况 和他们的贷款批准细节后 觉得这个贷款最多的银行 的确是现在拿到批准的中资银行 但有几个方面呢 还需要客人再谨慎考虑一下 首先呢现有的这个预批银行 虽然贷的的确是最多 但是客人在交割后啊 手上还有一些钱所剩余 那么他们想要有这种offset产品 来节省利息 而且之后呢也想款快一点 那么有不时之需的时候 还可以拿出来用 相比之下这个中资银行的贷款产品 就缺乏了这样的特色 如果客人钱购少借一万五 那么就可以去澳洲银行 帮助他们实现对贷款产品的要求了 其次呢 客人的这个贷款比例呢 如果按照两个房子都做抵押的话 这个贷款比例只有33% 那么不知道为什么银行要求客人 把资助房和投资房都同时用来做抵押 其实啊 抵押物只要用资助房就够了 贷款比例也就60% 远远小于资助房80%的上限 完全没有必要把投资房压进去 而且呢 同时抵押给一个银行多个房产 其实是有很多弊端的 那么按理说这个银行不会有这个要求 但是因为这个贷款不是我们所代理 我们也不知道细节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啊我们看到借款人是夫妻二人的怜悯 那么我们建议客人应该谨慎考虑 是否应该用其他的形式 比如说公司形式等等 之所以有这方面的考量 是因为太太现在不上班 没有收入 但先生的税率又很高 我们知道投资房 目前利息成本是不可以抵税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投资房 客人还要每年按照3万多 这个租金收入来交税 那么如果用个人名义来持有的话 先生和太太就各自要按照50%的利润交税 很不划算 那么应该是让这个太太呢 占的比例多一点 先生占的比例少一点 这样综合起来 税务就交到最少了 那么这个中资银行呢 它是不允许用公司的形式来贷款的 那么这一点如果不改 在交购之后呢 就很难再更改 因为更改运用权呢 会涉及到明显法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银行都有他们各自的特色 不是一个完美的银行 适合所有的客人 同时呢 贷款也不是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当我们给客人考虑建议的时候呢 我们会综合考虑客人的情况和目标 有的时候呢 客人的目标还不止一方面 在不能愈合雄长兼得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和客人 共同确定目标的优先权 这样才能做出最适合他们的方案 另外您也许会问 这个客人都已经有了贷款批准 这个时候还来咨询你们 你们会帮忙吗 答案是当然了 我们的关注点在于 如何帮助到客人 哪怕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不能为这个客人 在此次代理贷款 但是如果能在交科前 帮助他们避坑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虽然这一次贷款 我们可能得不到物质上的回报 但是相信大多数客人 都会因为我们的帮助 在以后要做贷款的时候 会找到我们 或者介绍亲戚朋友给我们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本次内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帮您在这个贷款路上 越走越顺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